来看台股今天最重要 外资在今天是转为卖超的 所以我们回到新闻来看 外资在今天呢 其实在胶着震荡的过程当中 是多红拉锯的 三大法案在今天 其实买卖超的数字都不大 总计三大法案是卖超了24.55亿 那么最主要是 刚才谈到欧战事 现在不明朗 两个人在今天晚上通电话 到底会讲的如何 没人知道 央行突然之间 台湾的央行突然之间 昨天升息一满 也让外资在今天转为卖超 昨天本来大买了400多亿 所以我们来看到 外资在今天是转为卖超了17亿 那么尾盘爆大量 最主要是因为 负食指数的生效 而金融股可能是反应升息 所以在今天尾盘是拉尾盘的 但我们来看 外资到底在今天卖什么 好 金融股拉尾盘 外资卖的第一名 竟然是开发金 我们来看看 好 除了开发金之外 他今天卖的是 全创勇达卖的面板 卖了海运的扬名 最近大家都说 他是卖海运 买航空也不见得 华航也站在卖方 长荣也站在卖方 还卖了面板的彩金 换句话 主要卖的就是 面板跟航运 对 没错 其实外资主要就是 卖面板跟航运 但是娟姐刚刚讲到 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今天是负食指数调整 对不对 那负食指数调整 我们来看第一支 开发金 其实开发金 他才刚开完法说 这法说讲得不错 去年赚2.3配1.4 你看现在股价有多少钱 而且央行昨天不是 我们台湾央行昨天不是 才升行一码吗 对 也就是你看外资卖那么多 好像吓一跳对不对 你看投信 他们今天是为了 应该是最后一盘 为了调整指数在那边对坐 因为外资虽然卖很多 但是呢 投信也买了一缸子 那外资卖八万多张 投信买12万张 看起来投信很厉害 对 所以 就是投信比他多 所以尾盘 尾盘还是涨的 其实其实就这部分的话 其实应该说 兼外资的卖超 其实有一些什么 有些是因为那个指数的调整 那指数调整 它到底是升的卖 我认为其实还要在下礼拜 来做观察 好 不过跟升息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再这样好好来解解 台湾央行 我们知道它会升 但没想到它那么快升 我们知道它会升 但没想到它一升升了一码 不过我们先来看 升息跟美股的关系 我们来看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 利益从1.25上升到5.25 总共升了16次 有没有跌 没有跌 蓝色就是 这是股市的首次 刀就次 刀就次没有跌 我们再来看 2015年的12月到2018年的12月 利益从0.5上升来到2.5 升息了9次 也没有跌 也是继续涨 这点是大涨的 而且是大涨 这是在美股市 但我们也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是 但是通常在结束升息 和刚开始升息的时候 就是升息初期和末期 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震荡走势 对 没错 刚开始升息的时候 就是投机的资金 它要先回去 所以会震荡比较大 好 这是刚开始升息 又结束购买 对 那这个地方是升息快结束 所以这个地方都会比较震荡 升息 其实我们都是用试后来看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个地方它会结束升息 因为景气下滑了 景气下滑了 所以它不能再升息了 甚至怎么样 甚至可能要降息 甚至像这种忽然掉下来 都是发生什么 都是发生很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像2008年的时候什么 什么欧债风暴 然后2018的时候什么事 Combin 19 都是出现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 它才怎么样 它才开始开始降息 所以你之后来看 你都发现说 怎么是这个样子 但是其实如果说我们回到 最开始讲的 股市经济的橱窗 因为经济上去 所以你升息 所以一般来说股市都涨的 好 所以结论是 升息对股市而言 其实是利多 对 是利多 因为它背后代表的因素 是经济的成长 好 这是在美国股市 我们再往下来看 那如果跟台股之间 美国升息和台股之间的 联动关系 我们来看这是升息区间 对 当时在台湾升息的时候 台股是表现温和上涨 涨得不多 好 这是黑色的线是利率 红色的线是台股 好 来 黑色先是利率 利率上来 黄色先是台股 也是涨 都是涨 台股也是涨 但是没有像美国那么 这个可能看不清楚 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这是过去升息的幅度 过去升息的期间跟幅度 然后这是台湾加权股价指数 哪一次是跌的 涨 涨 涨 对 全部都是涨的 甚至还有什么涨二十几% 涨那个十六%的 所以口固率来看 就台股的表现来看 也是涨的 那如果说我们就 金融股的表现来看 那我们从金融股来看 升息跟金融股之间的关系 我们来看红色的是利率 蓝色的是美国金融类股指数 美国金融类股指数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区间 灰色这个区间是在升息的期间 对 美国金融股判则上是上涨的 这个比较明显 这个期间金融股是上涨的 对 所以从看下来全部都是涨的 启动升息循环 金融股有机会吗 对 金融股当然有机会 为什么 其实如果说以从这部分来看的话 张银第一金我现在跟什么华南金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三星 三张银对不对 军姐我们随便打一只来看 我们看那个张银就好了 好来2801 对 我们看张银 你把K线打出来看 这是创新高 哦 点点 吃三娃公 张银第一金 华南金是我们刚刚看的合库金 全部都创新高 这都没在漏的 最近大盘怎么样 大盘还在什么什么 跌破连线 挑战连线 扣不托连线 震荡交叉 还在那边什么大盘 会不会占我越线 这个金融股 基本上都创新高 也就是其实它不只是创新高 它很多次在创新高 所以金融股没有机会 股价先告诉你 所以可以买金融股吗 我认为可以买 但是买金融股没什么 对 很慢而已 它只好办而已 它只好办而已 好 那我们再回到 升息和科技股的关系 升息和电子股之间 又有什么样的联动关系呢 我们也升息后来看 升息和美国科技股 其实升息的那个月 美国科技股过去历史经验是跌的 过去25年 统计25年 升息后一个月小幅度上涨 升息后第二个第三个月 应该是当月隔月再次月 次月是下跌的 一直到升息过后 一个季度以后 科技股才开始上涨 大宗原物料 大宗原物料 我们会发现这段是升息 对不对 这段是升息 它是涨的 它是涨的 而且它是领先指标 它比利率还更早就涨了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是升息 对不对 这段升息 原物料是比它更早就涨了 对 它在它之前就涨了 好 后面这一段要升息了 原物料目前是处在高档 对 所以不管是跟 美股 台股 金融股 还是跟金融股的关系 原物料 唯独跟电子股 是让我们比较担心的 对 电子股是什么 就是因为电子股 它有淡忘记之分 淡忘记之分的话 如果说我们回到 以台股这部分来看的话 好了 现在是三月对不对 三月的话 那我们刚是不是看 两个月之后嘛 也就是如果说以低点来看 应该是五月是低点 对不对 五月 孙姐 五月是低点的话 也就是下半年这部分 开始往上涨嘛 那开始往上涨的话 但是五月刚好碰到 五穷六绝 七上涨 对 但是每次来看 五穷六绝 七上涨 虽然说景气最低 但是那都是慢一点 为什么 因为第三季开始 苹果就出新机嘛 之前不是什么 一颗苹果就台湾 所以其实这部分的话 你可以发觉说 其实有时候打下来就低点 但是我们没办法想到 三个月后的事 我们只关眼前 对 但是 眼前电子股会不会压力比较大 我认为如果说 你要看这个升级的话 当然我们一定先看大支的 先看大支的 当然就是台积电跟鸿海 其实鸿海 它今天也是涨的 就是它也是排一段时间 那比较可惜的是 台积电是跌的 跌的 我认为其实这个地方 应该是可以买的 你稍微放长一点的 应该是可以买 因为它基本上 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没什么太大问题 外资卖纯粹就是什么 首先就是地缘政治 它害怕说台海会有问题 台海会有问题 它昨天大买的情况之下 今天虽然说小卖一点 但是小卖一点 我认为一样是指数调整 所以我认为像这个部分 大支的你一定要先看 这个是全球半量鸿头 应该没有错吧 那这个是什么 几乎是全球制造越来的龙头 甚至是什么 甚至它开始做电动车的 这两个都是属于龙头 龙头认为这个地方先看 再来就是原物料 那原物料部分 其实就是钢铁跟原油的部分 那钢铁跟原油 如果说我们就去看钢铁就可以了 其实钢铁的部分的话 娟姐 东刚这个创新高 东刚创新高 这创新高 这个基本上 东刚是BG新高 对这个BG新高 也就是说什么 你看这个缺口 就是它那时候缺口跳上来 它跳上来之后 我相信大家学过什么缺口理论 对不对 就是突破缺口 中计缺口 结计缺口 它才刚第一个而已 所以后面 打打吐 打打吐 搞不好后面会有 所以我如果说你要看的话 大东原物料的话 因为这个油价 可能跟战士还有点关系 但是大东原物料 钢铁的部分 应该还有机会 之前我们看的都是高殖利率 现在要来谈谈的是 当古力陆陆续续公布之后 丑媳妇见了公婆 我们发现很多公司 是低殖利率顾 这些会不会形成盘面的地雷呢 特别来谈谈国际昨天才传出要减资 那么稍后要来带您关系的 则是航运股 航运股的筹码有够乱 所以这个时候 航运股到底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谈谈低殖利率股 国际来特别谈一下 国际殖利率一方面很低 就2.3% 另一方面 昨天有第五次传出减资 国际减资就是减资专业户 对 没错 但是其实 丑姐我们说真的 其实国际的问题 不是再说什么它的殖利率 因为这些殖利率5%以上的 都不太会涨了 你这个2% 2%的其实都不用说 但是如果说以国际来讲的话 它是被动元件对不对 其实盘面上有三个族群 基本上它是不看本益比 它是看报价的 面板 机体跟被动元件 所以它是看报价的 报价到底有没有涨 报价 报价就没有涨嘛 所以它这从今天就是 一路往下掉 那今天会跌得这么深 是不是因为解资啊 当然跌的第一个 因为昨天被曹龙吓到 被曹龙吓到 因为昨天有那个 不是 然后它动不动就减资 它减资第五遍呢 它有办法 但是它成功过啊 它之前减资之后 搞到一千多块 但它再次呢 再次应该是想说 再把这个股价稍微拉高一点 因为如果说 我们以国际来讲的话 说真的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报价对不对 其实不是只有它没有涨 它跟它一样的那个华星科 2492 292也是跌人产 都 也是级烈的 都没钱 所以就这部分 因为它们反映的是报价 对 它们反映报价 所以如果说你看说 它去年赚四六块 今天早上股价才四百四百十几 对不对 这本一比不到十倍 本一比不到十倍 怎么不会涨 就是这些股票 基本上它就不是看本一比的 它就看报价 报价没有涨 基本上就不太会涨 好 那我们回到殖利率 这些算不算高殖利率 我已经不知道 现在标准应该怎么看了 因为航运股动辄就十几% 我们都不一定买了 何况这种5%的啦 6%的啦 这总算高殖利率吗 俊杰姐 现在的标准到底应该 其实你要看的话 你要是看 回到个股会不会成长 因为它除下来 它股价往下掉 对不对 所以必须要填息 所以你要看的是 股票到底会不会填息 也就是 如果说这四档股票里面 到底哪一支股票 会填息 会填息 我认为这一次比较有机会 逊的 6438 6438我们来看一下 对 其实如果说 以它的现行来讲 其实它现行是很强的 最近大盘在跌 它都没有跌 不关它的事情 你为什么就完会填息 你为什么要用它的成长力道很强 因为两个部分 它是做设备的 设备它两个部分 一个是半导体设备 一个是窄板设备 半导体设备 它是接台移电的单 台移电它是那个 金源厂是不是上面有那个 在金源盒在跑的那个 自动化对不对 那个就是它 轨道就是它做的 第二个就是那个 窄板的部分 窄板 新兴紧缩南电 这三家公司 其实在这一两年 它都没有讲说资本支出 这三家加起来 总共资本认出 1702亿的资本支出 那其中有5%上买设备 5%买设备就是85亿 逊得的股本才7亿而已 我7亿股本的公司 后面有85亿的 生息在等着我做 去年赚10块 今年基本上会比去年多一点 而且公司已经讲了 我的订单是看到什么 看到2024年 今年才2022年了 所以后面的两年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所以这些股票 基本上很有机会天息 再加上投信外市都大买 所以这些股票可以留意